全國人大會議決定定立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是因為自去年修例風波以來 外國境外勢力和反中亂港勢力合流 中央必須制止和懲治 中央會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機構 行政上官也都要定期向中央加報告 中央會為香港定立一套國家安全法 草案文本和定立背景在北京舉行的人大會議上面公布 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以來 反中亂港勢力公然鼓吹港獨自決公投等主張 從事破壞國家統一分裂國家的活動 公然侮辱污損國旗國徽煽動港人反中反共 圍攻中央駐港機構 歧視和排擠內地在港人員 近年來一些外國和境外勢力公然干預香港事務 通過立法、行政、非政府組織等多種方式進行插手和搗亂 與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勾連隔流、沆瀉一氣 為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撐腰打氣提供保護傘 必須採取有利措施依法予以防範、制止和誠治 人大常委會又說自03年23條立法受錯以來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嚴重污名化、妖魔化相關立法 香港目前要完成23條立法已經很困難 決定制定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草案 說是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有關規定 提到國家採取必要措施 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以及外國境外勢力利用香港進行的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 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 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第五條明確規定 行政長官就應當開展國家安全推廣教育 依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等情況 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又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上述相關的法例 列入基本法附件3 由香港特區公佈實施 無線電視記者李尚謙報道